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是不懂的人也能进行急救 AutoPulse采用的是立体式胸腔按压模式 它由固定板以及绑带两部分组成 整体重量小于10公斤 医护人员需要将患者抬至固定板上 之后将绑带围绕患者胸腔固定 该设备就会根据患者的体型自动调节绑带的尺寸 之后启动开关 膨胀起来的绑带会对胸口形成向下的纵向按压力 通过急压胸臂将血液从心脏送往全身 相比起手工按压的方式 该装备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全程不中断 不管是救护人员将患者抬下楼梯还是进入电梯 都会把握每分每秒去抢救生命 再加上救护人员进行长时间的心肺按压容易筋疲力劲 机器就完全不会因为疲惫而中断 更不会因为力度没有把握好而弄断患者的肋骨 毕竟该设备的按压接触面积比较大 分散到局部的压强和受力就小了 骨折发生的概率也就跟着小了 视频元素来自Blue Fumes 由Max Honor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 Honor创意公园